你看人类还没有真正觉醒 就算有可能也只是一小部分人 在正式气候变迁这个课题 还是很多人还在浪费资源 很多人依然是不环保 因为以为这些灾难还很远 但其实灾难说来就来 而且人类并没有真正的准备好去应付 这不是我们说的 而是世界卫生组织做出的公开警告 全球还没有对传染病的威胁 做好应对的准备 当资卡疫情爆发之后就一直在蔓延 而人类也束手无策 病毒所带来的风险一直在演变 随着气候的变暖 现在资卡病毒很可能会扩散到欧洲的地区 资卡病毒爆发之后 全球因为这个传染疾病而陷入恐惧 因为这不是普通疾病 病毒会引发严重的婴儿出生缺陷 以及神经系统问题 不过这个病毒被发现 其实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 只是到近期科研人员才证实 病毒会为婴儿带来缺陷和危害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复珍在世界卫生大会上说 资卡病毒会传播是政策失误 而现在人们必须为控制蚊子方面的失败政策付出代价 在控制传播疾病昆虫的工作上 有官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犯下了错误 曾经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 每周的灭蚊行动曾经获得巨大的成功 不过由于蚊子产生抗药性 加上缺乏政治意愿 灭蚊行动没有持续 而现在蚊子死亏复燃 传染病死亏复燃 而资卡病毒的传播却又偏偏发生在 意外怀孕率最高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资卡病毒的扩散提醒世人在非洲和亚洲 一个潜伏了60年的旧疾病 在一个新的大陆上突然出现 导致全球进入健康禁止状态 专家预测 资卡病毒可能在今年夏天传播到欧洲 而那又是一个人类与传播疾病战争的开始 这次是一个人类传播的